大家好,我是小静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明星同款减肥汤 我亲自测试的7天瘦了10斤 这道减肥汤不仅营养丰富,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有很好的清油瓜脂,分解脂肪的效果 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把芹菜 把芹菜的叶子摘下来 芹菜叶营养非常丰富 平时可以用来煮汤或者是蒸着吃 窄下来的芹菜叶子把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控干水分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西红柿 把它打上十字花刀 然后再加入刚烧开的开水 把西红柿烫一下 静置两分钟之后就可以捞出来了 开水烫一下,西红柿的外皮就很容易去掉了 去好之后我们先把西红柿切成薄片 然后再切成长条 最后再切成西红柿丁 切好之后把它放入盘中 接下来再准备一块内置豆腐 用普通的豆腐也可以 减脂期间多吃一些豆类食品 可以提供身体所需要的优质蛋白 豆腐用一半就可以了 我们先把豆腐切成薄片 然后再切成细丝 内置豆腐比较柔软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要小心一些 切好之后把它放入盘中 接下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先开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之后先放入西红柿煮上5分钟 5分钟之后再放入内置豆腐 把它轻轻小动一下 水开之后再把芹菜叶放进去 芹菜叶煮的时间不宜过长 1分钟就可以了 1分钟之后再打入一个鸡蛋液 鸡蛋液定型之后再加入一勺食盐调味 然后用勺子把它搅拌均匀 这样一道既简单又营养丰富的 减脂汤就做好了 这道减脂汤可以提供人体 所需要的优质蛋白 各种维生素 并且低脂肪低碳水 有非常好的清油瓜脂的效果 如果有特别想快速瘦下来的朋友 可以把它作为晚上的代餐 坚持几天就会有明显的效果 平时也可以放在饭前喝 可以增加饱腹感 有助于控制饮食 非常养生健康的一款汤 觉得有用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可以帮忙点赞 关注 转发一下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拜拜